大家好啊 这个 再给大家聊聊文革前解放军啊 军内内部的几次权力斗争啊 这有一个照片 这有个照片啊 1965年11月26号 距离文革的爆发不到一年了 罗瑞卿 罗瑞卿是个大高个啊 前排左二 陪同毛泽东在上海接见 柬埔寨王国军事代表团 前排右一 右边第一个是许光达 许光达的警卫员 是我一个老街坊的亲姐夫 文革期间脑袋都给切下来了 许光达也死于非命啊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 到文化大革命前的七八年间 军内的政治斗争 可以说是接二连三 你看他们内部总是不断的在整肃啊 路线斗争 这里边有哪些呢 有58年的反教条主义斗争 59年的庐山会议 包括之后的街坯彭德怀 黄克城 这个彭黄啊 军事俱乐部的斗争 60年底批判谭政 和65年底批判罗瑞卿的斗争 在这些斗争中啊 错误处理了大批的军队干部 好像这个执政党内部啊 包括军内 如果这个隔三差五的互相之间不斗一斗 不整形一批人家就不正常啊 好像斗争成为常态 是吧 不管是路线斗争 权力斗争 还是阶级斗争 有时候他们有从军内 党内又扩大到全国 是吧 所以这种东西真是一种新常态 在这些斗争中啊 很多老干嘛受害啊 军队建设极大干扰 58年的反教条主义斗争 在当年的5月底至7月底 持续了两个月 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达到顶点 会议上 军事学院和军委的训练总监部 成为众矢之地啊 军事学院就是国防大学的前身 后来呢 军事学院政治学院 可能还有别的学院 合起来叫国防大学 然后军事训练总监部 后来没有这个部了 解放出叫八总部 应该叫八总部 这完全模仿的是苏联的体系 后来变成了三总部 后来又四总部 后来现在没有了 都归中安军委了 前者被指为教条主义大本营 军事学院 后者啊 就是军事训练总监部 则成为教条主义的司令部 原本只是在是否学和怎么学苏军条例上正常的意见分歧 却演变成军内 军内啊 第一场具有反党性质的路线斗争 军事学院的原院长刘伯成元帅 其实刘伯成已经很低调了 这个1949之后 他马上就办学去了 应该是在南京吧 南京军事学院 他当院长 他已经不介入 这个更多的这个权力了 但是还不行 副院长叫陈伯军上将 包括这个总高级步兵学校的校长 叫宋时轮上将 还有军委训练总监部的部长 肖克上将 副部长李达上将 均受到点名批判与批评 就连总参部长素裕大将 训练总监部的原代部长 叶剑英元帅也未能幸免 那么他们说是被批评 那么谁批评的呢 谁批评的他们 谁批判的他们 谁斗争的他们 我们再看看啊 这个是哪年的事呢 这是58年 然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之后 一批包括元帅大将上将在内的老帅老将 受到错误的组织处理 那这个处理就应该来自毛泽东了 是吧 这个中国吧 中国的汉语很多时候吧 语焉不详 环顾左右而言他 很多时候没有主语 因为大家不敢说 是吧 那么刘伯承元帅被免去了 高等军事学院的院长兼政委职务 从此不在军内 担任具有军事指挥与领导性质的实际职务 等于就没有任何职务了 在家休息 58年啊 这个刘伯承就彻底被斗倒了 一年后出任顾问性质的军委战略小组的组长 这个可听可不听 就给你摆在那儿 给你个位置 有点相当于台湾的总统府战略顾问 何殷亲啊 什么孙立仁都是后来的了啊 孙立仁都被关押软禁 何殷亲啊 像什么白重洗啊 就这一类的 什么这个阎西山啊 被指控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素裕 素裕 则被解除总参议长职务了 这位曾经在华东战场叱咤风云的将军 从此离开军事指挥一线 调任新成立的军事科学院的副院长 军科的副院长 并被限制接触部队 这明显就不就是不相信他 不信任他 还不让他接触部队了 是吧 他总参长啊 位高权重啊 是吧 被告知 你就待在那里 在北京 搞学术研究 不必到部队去跑了 你看 你就做点学问吧 哎 你就 在军科 别出来了 到军科还不是一把手 给了一个副院长 这明显就是贬低了 就等于是给消绝了 没把他抓起来就不错了 结果 能争惯战的素育 在军事科学院 这个军事科研与咨询机构 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直到病逝 他也挺憋屈的啊 素育 军事科学院就在湘红旗 军事科学院 我发表一论文啊 老生常谈了 认识他们里边不少人 两位资深的上将 这个军事训练总监部的部长 肖克 副部长李达 则被指为反党宗派集团的 主帅副帅 对他们的斗争更为过火 组织处理 亦更为严厉 这都是毛泽东的主意 毛泽东拍板 最起码 不仅撤销了他们军内的职务 而且把他们赶出军队 连军装都得脱了 其实毛泽东最后是拍板 肯定是几派 两派吧 在斗争 那么他们的对立面是谁 这里边没说 我看看下边说不说啊 肖克到农肯部任副部长 农肯部部长应该是王震 农肯部应该在西城 在西城那个西寺 往西单走的路上 马路西叫砖塔胡同 那有一个据说是辽带吧 还是金带的一个 一个砖塔 一个寺庙吧 我去过那个院 那个院原来可能就是农肯部 李达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 任副主任 李达吗 李达好像就是刘邓大军的参谋长吧 好像共产党里边就叫李达的至少两个 有一个是刘邓大军的 另外一个我忘了 这个国家体委贺龙 还有一个副主任是荣高堂 荣高堂和贺龙的夫人薛明 都是河北霸州人 所以很有可能 荣高堂是贺龙更亲信的人 也许这个荣高堂和贺龙的夫人薛明 他们还有亲属关系 这都说不定 荣高堂的侄女 是我表哥的老师 后来到民航首都机场 华北局 华北空管局是工会主席 他们也是 他们俩一个分管农业机械 农业机械 后来我又在农机部 中国农业机械总公司下属的合资公司 就是那个Bronies Fried Chicken 我工作过 然后不知道是不是啊 农肯部和农机部又不是一回事 农肯部是负责种地的 农机部是提供拖拉机的 联合收割机啊 一个负责国防体育协会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国家体委里边 它有分支机构 什么火车头 火车头是铁路的 这个国防体育协会 就是管军队的这些体工大队 这个武警总部的体工大队 是我的客户 在昌平区东小口镇 中滩村 就是天通院那边 他们也是军队高级将领中 第一批被赶出军队的人 继肖克主长训练总监部的 郭天明上将 刚在训练总监部 主持批判 肖克里达的活动 还没能喘口气 自己就以肖克里达 反党宗派集团第二副帅的身份被打倒 这回连庙也拆掉了 备受指责的训练总监部被撤销 其职能归入总参谋部 1958年反教条主义斗争 两位元帅被点名批评 一位大将 五位上将 受到不同程度的批判和处理 更有李中奇等大批少将以下 负责军队训练与教学工作的将校 受到种种的责难与处理 部队的军训与院校工作 受到极大的冲击 我觉得还有一点 因为这个解放军受苏军的影响很深 就是解放军里边各部队都有苏军的顾问 甚至有总顾问 所以呢 58年这场解放军内部的斗争 很有可能和中苏两党 两国两军关系不好 产生矛盾 可能外部环境有这个关系 是吧 这个哪位先生啊 哪位我的这个订阅 我的这个高人啊 了解这一段了 欢迎大家发言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